我相信大家昨天听到 珍宝海鲜坊沉没的消息 都会感到有些错愕 至少我自己觉得非常错愕 先前和大家已经交代过 因为疫情关系 珍宝海鲜坊和其他餐饮厨所都一样 经营相当困难 事实上亦已经停业超过两年 是频临倒闭的 一直都很努力 想尽办法找白武士来接手打救生意 船主最后没什么机会 提出把整个海鲜坊送给海洋公园 特首林郑月娥在她2020年的施政报告 都提出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叫做 公道南说会推动海洋公园 协助重新活化海鲜坊 虽然特首也有说明 是不会同用公帑协助的 大家看到施政报告 又看到船主的行动 一度以为是见到楚国 可惜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海洋公园都找不到任何人去营运这只海鲜坊 海洋公园自己的经济状况是怎样 我想都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了 不是很理想 都需要政府的撥款 为了避免增加经常性开支 就不好意思了 唯有远拒船主的好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为了减低高昂的停泊开支 增保海鲜坊的主人 香港仔饮食集脱 接着就宣布 是会把整个海鲜坊移走 而离香港 在他离开香港的前夕 都发生了沉船事故 在5月31日深夜11点多 连着海鲜坊的厨房等船 突然间入水傾側 这当然跟日久失收有关 幸好那次救援人员到场 正式是证实没有人伤亡或失踪 虽然有这个事故发生了 香港仔饮食集团仍然是照计划 进行将海鲜坊移离香港 在上个星期二 6月14日那天 增保海鲜坊在托伦的拉洞下 启航正式离开香港 那天有不少的市民都去到海鲜坊 去看看船 去到现场送别的船 怎么说也好 增保海鲜坊 都有超过四十年的历史 不是短 陪伴了很多香港人成长 很多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大家心里面都可能有一丝的寄望 海鲜坊 海鲜坊或者会有一天回归 增保海鲜坊曾经是香港南区的著名地标 有世界最大的海上食府之称 亦都是外国游客一定会去的地方 是吸引过不少宗外的名人亲临干顾 包括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国际巨星John Wayne Tom Cruise等等 周星馳主演的电影《食神》 荷里活的大电影《生死戀》 李小龙的电影 都曾经在珍保海鲜坊取过境 当日因为很多人去看船送别他 有些人真的乘搭船近距来看他 海市处的船只在场广播 呼吁其他船只驶离海鲜坊 在当日中午的时分 珍保海鲜坊由两艘拖船 几架护航船 开始离开避风塘 谁知道此一别已成永绝 大家以后都没有机会 在任何地方见到珍保海鲜坊 在上星期六 昨晚得知这个消息 在上星期六 6月18日 海鲜坊去到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水域的时候 遇上了风楼 船身入水开始傾側 负责航程的拖船公司 在经过尝试救援之后 都没有办法 没有结果 终于整艘船昨天全面入水 翻转了 集团说 对海鲜坊的意外感到难过不舍 意外 他们是形容为意外 幸好整件事当中 没有任何船员受伤 我对航运真的全无知识 当时听到珍保海鲜坊 要搬到香港的消息 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既然是认运不了 又不能承担停泊废 集团的决定很合理 集体回忆 还集体回忆 始终是商业决定 政府不愿意用公帑保留 也不是没有道理 也有自己的道理 事后恐明 我觉得这件事是有点异点 首先 集团对于这艘船 将会去哪里 它的目的地 很神秘的 网传的目的地 就是柬埔寨 集团不是没有一个想法 或者说法 可能是为了避免 给传媒 或者很喜欢这艘船的市民 去追踪它 造成不变 才那么神秘 或者造成危险 现在看起来 不知道是否公开了行情 大家就会知道 这个行道其实是会有一定的风险 免得节外生枝 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 集团有没有这样的构思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完全没有想过 也未成功 不过公道一点 事实上 话分两头 集团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跟足了规定的要求 珍宝海鲜坊在离开香港之前 是聘请了专业海市工程人员 详细检查船身 加上了围板 以及得到一切所需要的批文 进行这次航行 英国轮机工程及海市科技学会 前东亚区会长施图嘉诚说 海鲜坊有几层高 船身四四方方的 是会食封的 是较为容易傾側的 而现时遇上季后风的风险 亦都是比较大的 听闻 有些行内人是这样说的 说这个行头里面 这样的环境之下拖走一艘船 就叫做放沉船 我想这个字面意思就是 预算了一艘船 也是会沉的 不过即使是下沉在越南海岸 因为它够远又够深 是不会影响到航云的 又说在香港海市处的 那些负责批文的船头官 能够在船头官那里 拿到批文来港 所谓的Port Clearance 大家的理解都是放沉船的 即是dead toe 沉硬 即船会沉硬 只要它不在香港的水域出涉 就算了 就说香港仔拖到出去东南亚海河 过了葡台岛 向南走多几个钟 你发生什么事 都不会造成困扰的了 事实是否真的这样 真的不知道 也都没办法知道 全部都是阴谋论 由于事发地点水深 是超过一千米 很深的一千米 如果你要进行一些打捞的工程 是非常之困难的 集团就应该都不会这样做 也都没理由这样做 假如负责营运这个集团的是你 我想你都不会 预料去打捞的了 虽然现在的科技是做到打捞的 不过成本就很高 而船身 整只船的船体 都会被水流冲走了 未必会在沉船的位置 有经过海水的撞击 船上面的装饰 甚至是消防系统 都必然会是完完全全的受到破坏 打散了 打捞了之后 你要再复收它的成本 也都相当之巨大的 这件事令我对事后孔明 这个诚语有更深切的体会 事后孔明可以翻译成 Wise after the fact 这件事 the fact 已经是发生了 你当然是可以扮得很聪明 因为已经有事实在前面 一些事后孔明的说话 现在听起来都很讽刺 在南区出身的 立法会议员陈嘉佩就说 之前我也知道海鲜房拖去东南压的时候 我心之不妙的了 有海市的前辈告诉我 海鲜房原先的设计 是浮在水上的食苦 不是到处走的 怎可以承受大风大浪 细沙那边一向天气都不稳定 经常有风暴 哎呀海鲜房已经四十多年了 怎么捱 为什么他不做那些提出 不过船 即使他提出 又能够改变到的现实吗 珍保皇国昔日的三只船 现在只剩下一只 就是太白海鲜房 在珍保皇国当中 太白海鲜房的历史是最悠久的 更悠久的珍保海鲜房 建于1950年 最初就是设置在当时还未填海 即是现在的香港仔海旁道 和香港仔海滨公园近湖南街的位置 1950年代全城的时期 一到是有十几只海鲜房停泊在香港仔避风堂 而当中就以太白海鲜房的规模是最大 由原本在中环威廉顿街的经营那间的大景象酒楼 即是现在熔记的所在地的商人 原容是投资的 后来才被商人王老吉收购 太白海鲜房将来的去向会是怎样呢 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引以为路的生态可能不复存在 立即行动 一起守着这片山海 繁荣的香港 除了看得见 和整天听得到的弱势社群 你又知不知道 每天走过你我身边的 有多少是默默等待你伸出援手的人 我以前走错了 现在都是想做回个普通人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我 我最不喜欢就是放学的了 因为我见到那个时候 我都在妈妈接的 然后我只是这些接 人们常常叫我看开些 说避开不要等那么多便可以 但其实有情绪病 我都控制不了的 Sometimes I want to get help But in my Cantonese It's my mother 繁忙的香港 增分夺秒的生活节奏下 一班最容易被忽略 弱势中的弱势社群 其实极需要人同行支援 更生人士及他们家人 精神复原人士 小数族裔 他们都是社会的一份子 需要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和鼓励 善道会在香港服务 已经超过六十年 迈向六十五 我们诚邀你正视这班 隐形的弱势社群 更希望你支持我们 用更多元的形象 为一众弱势社群同行 除去他们身上的标签 帮助他们发挥潜能 贡献社会 你永远不知道 他的转身位究竟在何时出现 就算是一场硬仗 我们都会坚持 因为我们相信 捉住这个机会 你就可以改变他的一生 引你的支持 我们一起为每个转身 创造更好的未来 一起共建香港 为包容而安全的社会 你的捐款对我们很重要 请支持香港善道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